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恋爱顾问考拉小卡 小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如何判断妹子适不适合做女票 好了,今天的话题出来 一定有不少的小伙伴会说 考拉呀,为什么要判断一个女生适不适合做女票呢 不是已经有女朋友就已经很幸运了吗 还要挑吗 其实真的还是要挑一下 因为咱们在追求一个妹子之前 还是要判断一下她适不适合作为我们女朋友的人选嘛 然后今天呢,就为大家好好的说一下这些小小的标准 好了,首先呢,咱们要判断一个妹子适不适合做女票 第一个呢,还是要看我们喜欢她的一个喜欢程度 如果说是你感觉这个妹子想到跟她在一起 也一般还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考拉会建议大家还是再三的思考一下 因为你对这个妹子可能不是喜欢 而是觉得非常的合适 或者是这个阶段也没有其他的人选 那就尝试着跟她在一起吧 那考拉会觉得这样子的在一起 可能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同时对这个妹子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毕竟咱们在一起的话还是要挑选一个 你喜欢她,她喜欢你的人 所以呢,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判断标准哦 好啦,那我们已经判断了这个心跳的喜欢程度 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步 判断我们的默契程度 如果说是你想要追一个妹子 或者是想要这个妹子成为你的女票 你可以观察一下 她跟你的默契程度究竟有多少 例如说是你们同样喜欢吃同一种东西 或者是你们的想法是否一致 然后这一点点的这种默契程度呢 可能都会影响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小细节 例如说是咱们在讨论去吃什么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胃口相同 所以就不会经常会有这种争吵的现象发生 再有,如果像周末的时候 我们两个呢,都是那种特别懒的人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窝在家里 但如果你在在一起之前呢 发现这个人啊 他可能是那种比较爱出门的 而你非常的宅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会成为你们礼后的一个争吵点 所以呢,这个默契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啦,经过前面的两个判断以后 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三个判断了 就是判断她的一个适合度 适合度怎么解释呢 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读书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谈的这个女朋友啊 可能是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没有任何想法 就是想好好谈恋爱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是咱们已经到了一个试婚的年龄 那你这个时候谈女生啊 你就要看一下 她是不是也跟你一样的想法 暂时不想结婚 或者是已经想要结婚了 是否跟你的想法一致 然后这个呢,就可以判断你们两个人是否适合了 这个适合度呢,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决定啊 咱们这个感情可以走得多远呀 所以呢,以上呢 三个判断的程度 大家可以用来判断一下这个妹子 适不适合做你的女朋友哦 好啦,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考拉的视频一定要多多点赞关注 当然也欢迎转发投币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